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画梅花 梅花是中国四君子,梅兰竹菊四君子中的一种花 因为它是冬天开放,天特别冷的时候还没有长叶子 花开放了红红的鲜鲜的黑黑的树枝非常漂亮 对不对,你不用画叶子,你就把那个红黑把它对比,把它的对比画出来 首先我们画画都知道,一定要干净的水 我画背景的时候,拿两杯或者三杯水 这样你可以有一杯最干净的,你能保持这个水始终都是干净的 先拿一支软软的笔,在这个纸上轻轻的轻轻的放满水 水放多了,没关系 然后拿出一点颜色,很淡很淡的点上一点 因为你那个纸上有水,所以这个颜色是浮在这个纸的上面 它要随处的跑 这样你就让它这个水自由的流,自由的跑 出来的效果会更好看 等到它干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有它自己的那个叶,非常漂亮 可以加红色,黄色,粉色 因为我这个花主要是用红色 所以我最好呢,就给它加一些同样的色调的 这个时候我们画出来它的树枝树干 是大概的形状 这个树枝一点都不好看 还没有到好看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在哪里放花,对不对 所以那个树枝先不用去管它 你可以画花的时候,把那个树枝也给盖上 让这个花左边有一些,右边有一些,到处都有 我用的呢,就是一个小棉花棒 用一个Q-tip 这样你比用笔更好画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圆点点 你远处看,它一个一个的花瓣就是一个圆点点 我们就在这里到处点 你就这样到处点 然后等到那个颜色干了以后 这个差不多用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一节课的时间 等到它干了以后 你再给它用黑色的笔 杨老师用一支细细的毛笔,尖尖的毛笔 而且要竖着拿 这样它只是一个尖尖 如果你要是觉得毛笔太软了 博博力一下子变成一个大球球 你可以用黑色的沙皮 黑色的笔,黑色的钢笔,沙皮 这样的尖尖的细细的笔 这样你不会变得太粗 然后画出它的花瓣 每一朵花瓣差不多有 每一朵花,这个桃花,这个樱花 这一类的花 差不多有五个花瓣或者六个花瓣 然后中间是不是还有花蕊 对不对 然后你就再画出它的花蕊 先画出花瓣 然后再画出花蕊 不用画得特别认真 画这种画,画中国画是一种感觉 你就觉得,啊,黑色,红色 又鲜又亮 这样就行 等你画完了以后 最后这个画,你再给它找一下对比 我发现这个花啊 要是再加一点黑的点点 看上去很脏 但是如果你点得很小,很巧 就会很好看 加一些黑的点点 一下子,砰,它就亮起来了 有对比 好不好 同学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画了 我会在你的旁边 如果需要什么帮忙 跟杨老师说 好不好 有好